各位 該講的是 現在從各個國家的領導人 去跟習近平的互動 真的可以感覺 習近平的地位 有了一些奇怪的變化嗎 習近平有沒有大權旁若 我們沒有辦法再做這樣做預測 但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最近的中國很奇怪 都在讓鄰國 都在讓隔壁的國家 都在讓 連菲律賓都讓 你知道連菲律賓他都跟他簽訂 什麼那個諒解備忘錄 幹嘛 就是說我們讓你補給好了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為什麼跟印度讓這樣的一個 這個9萬多平方公里的這個地方呢 其實習近平那個到六尺項 就可以說出一個真正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 讓他三尺又何謀 當時那個六尺項在安徽 就是一個張家一個無家嘛 那張家來講的話 兩邊都在登地皮嘛 結果張家給他中央的這個親戚 寫一封信說要求救 結果後來他們就說 讓一讓嘛 讓個三尺也無妨啊 為什麼呢 你長城現在來講的話都還在 但是呢 起死亡已經不在了 所以你計較那麼多幹嘛 對 所以讓了三尺之後呢 吳家也讓了三尺 所以就變了六尺嘛 所以這樣各讓三尺 對各讓三尺 那意思是說什麼 我中國讓了 那你印度要不要讓 那你印度如果讓的話 我們大家和諧來和諧去嘛 可是以前不是習近平的風格啊 那為什麼這個故事在講什麼東西 就是大家講說欲棒相爭嘛 漁翁得利 那個漁翁是誰 川普準備要出現了不是嗎 就美國總統選舉來講的話 美國現在可能接下來後面對中國使出了招數 中國可能會受不了啊 那你今天來講的話 所以說 現在各個國家開始都有一些微妙的變化 現在各個國家都這樣轉來轉去 因為有一個黑天鵝 或者有一個灰犀牛要跑出來了 漁翁要出來了嘛 那漁翁要得利的時候 這慾棒的兩個就想說 我們乾脆不要這樣子好了嘛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呢 現在來講中國裡面很多企業不是都往外跑嗎 跑到哪裡 跑到印度嘛 跑到東南亞嘛 那我如果跟東南亞搞壞關係 我跟印度搞壞關係 那我的中國領主界也沒辦法到這個地方去啊 那這個地方去 至少美國可以接受他們的貿易的結果 也就是說他們東西可以賣給美國 那我中國就轉一手 從這些國家賣給美國就好了嗎 你美國制裁我沒有用 我就從這個地方轉 否則來講的話 習近平現在搞不好經濟 也搞不好內部的政治 然後搞了一些亂七八糟 所以你看到 把溫家寶請出來啊 之前還不是在鬥胡錦濤嗎 還把胡錦濤給拉出去 是啊 那現在怎麼把溫家寶請出來了 那他不曉得溫家寶是開明派了嗎 甚至還主張政治改革了嗎 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喔 就是說 你知道中國領導人來講的話 他旁邊佔什麼人 其實就是他的政治意涵 在以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隆上面 結果呢 旁邊佔了一個美國記者 那就代表說想要跟美國進行這個交流了 所以他在釋放這樣一個續集出來 美國人也看得懂 但是呢怕被這個記者騙 所以不斷的派人去確定 確定之後才有後來 寄行幾道北京去的啊 現在來講的話 溫家寶這種和諧的畫面 告訴你說 我行進行也不會再採取這種強硬的做法 因為我真的不行了 因為我在政治上經濟上 完全沒有辦法有所作為的時候 怎麼辦 我只好先讓一步嘛 讓一步來講的話 就像六尺這樣子 我讓一步 那大家也讓一步 你也不要逼宮了 我讓給大家 各讓三尺 那至少來講 我們大家能夠活下去嘛 能夠在內政上活下去 在外交上我也活得下去 這時候呢 在面對美國的這種 可能未來 川普會欺負習近平的情況之下呢 那以後好好談嘛 好所以吳董 你想喔 現在國際上最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數就是 川普有可能當選了 你再過一兩個禮拜 川普如果當選美國總統 這個世界會有天下大變化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現在習近平的動作 你現在看到了普丁的動作 你現在看到伊朗的動作 你看到學習 大家都為一件事情做準備 為了川普來臨做準備 目前看起來是焦灼啦 民調是焦灼啦 可是喔 當然 就是現在喔 決定世界這七個搖擺州嘛 搖擺州 但是到底決定了沒有耶 我們誰也搞不清楚 不知道 但是根據很多人的預測 很多人的感覺 都認為說川普當選機率比較高嘛 那川普要當選的話很簡單 他的遊戲規則一定是跟拜登不一樣 我們講 美中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 很簡單嘛 關稅 關稅部分一定加大 他一定 川普是 川普就是他不跟你搞什麼 什麼多邊主義 對 他是單邊主義 我川普跑來找你老稀談 來來來來 我現在關稅要加大 你如果一年多給我幾千億 他就跟你搞這一套 那你還跟我搞 對 那我當然要幹你啊 所以不跟你 不再不跟你買 還要跟你懲罰你嘛 對 但是這個就是川普會 這個跟習近平的路線 剛剛好衝突嘛 剛剛好衝突 但是其他各國家 你說伊朗那種 伊朗那更好笑了嘛 我認為伊朗是整個被 伊朗是被壓制的 被警告的 因為現在目前他好像兩艘 兩艘航母艦 所以伊朗不是單純的怕以色列 他是完全被美國壓制 這一次以色列對伊朗的攻擊 總共的飛行 我看我記得 我看好像是 我記得兩千多公里 對 兩千多公里 他怎麼飛得 F-16 F-15 然後F-35 你怎麼飛得到 那飛機編隊嘛 他有三種飛機編隊嘛 我看所有的外面外面的報導 今天看了一篇 製作人給我的東西 F-35 F-16 F-15 三種機型的編隊飛行 對 然後他第一波 就把他所有的S-300的 防空的這個雷達 防空的飛彈 全部摧毀掉 幹光的進去炸你耶 跟伊拉克當年的戰爭 不是一模一樣嗎 他們最近 新跟俄羅斯買的 花了好幾億美金 買的S-300 這一次被炸掉了 所以他的防空基地也被炸了 對 他的防空的這個 防空的飛彈 防空的雷達 全部被炸掉 然後進去炸特定地點嘛 他的特定地點 他目前有透露一點出來 可是那個意思怎麼說 我要講說 他的宗教領袖 跟他的總理 同時都發表聲明 對這個事情 簡直說有個默契 對 因為他是對 10月1號的反擊嘛 說如果你只炸我的 軍事基地的話 沒有這叫平民的話 我就認了 他們就認了 然後他目前統計 大概軍方只有損失四名士兵 那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這個事情是結束了嗎 沒有嗎 我現在很簡單嘛 川普還有10天嘛 你認為 你認為這個 以色列還會在幹 你認為拿彈押戶要怎麼幹 會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喔 還不知道 因為我看到一個更恐怖的 我今天看到一個整個 川普的這個捐款名單啊 有一個女的啊 是一個富翁的余霜啊 是個猶太人啊 她的老公就是金沙那個Casino 那些賭場的大亨啊 他一個人捐給他多少錢 你知道嗎 多少錢 他一個人捐給他1億多美金 然後他參與川普的選舉工作 猶太人 他就是標準的猶太復活主義者 那這些人在裡面怎麼會停呢 所以我根本就擔心在10天內 10天內 你知道嗎 他會再對一郎發動攻擊 那這個攻擊 是不是所謂的October surprise 就是說10月星期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他再打的話 就表示什麼 表示你拜登沒有用啊 你拜登擋不住他啊 他就是不甩你啊 你怎麼辦呢 我只聽川普的啊 那表示這個票對誰有利呢 川普有利 他們一定有夠這種精密的盤算 在這個裡面 所以拉山亞戶會再幹 在國際社會最大的變數就是 川普會不會當選美國總統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過去四年所有的遊戲規則 要全部改變 要對於歐戰爭 對於中東戰爭 對於兩岸 全部都要重新再來 我們要川普出現 講話非常非常的狂妄 他拿了一個本子 他講說我們美國的智庫講說 如果我們美國跟中國來對戰的話 我們勝算非常非常的低 他說那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他怎麼講 他說如果我們美國真的跟中國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會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 川普真的有這樣的把握嗎 美國真的報告是 如果美中真的開戰 真的可以把中國打得屁滾尿流嗎 另外就是看到習近平 習近平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他居然跑到安徽去看一個六指向 而這六指向就是兩邊各讓三尺 也就是各讓三尺又何方 習近平合成成績讓過 他以前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 而現在他對於印度讓了 他現在對印度一讓 讓了九萬平方公里 他現在對澳洲讓了 澳洲現在 他之前不是打所謂的經濟戰爭嗎 經濟戰爭中國全讓了 現在開始買澳洲的煤 買澳洲的鐵 買澳洲的紅酒 買澳洲的龍蝦 甚至連對菲律賓 菲律賓之前不是一直對他進行壓迫嗎 現在這所有的壓迫也都沒有了 甚至對於台灣 台灣不是搞了一個 所謂的2024的這個所謂聯合利劍嗎 不到13個小時也就是嘎然而止 所以現在習近平 到底面對什麼樣內外的壓力 讓他開始步步退讓 而更不可思議的是 他居然在中國國慶之前 一個大會裡面 跟整個溫家寶 溫家寶相視而向 跟溫家寶把酒言歡 他之前把所謂的改革開放 全部都趕到外面去 難道他現在又要走回頭路了嗎 我看到這句話嚇死了耶 川普也太狂妄了吧 他講說跟中國發生戰爭 美國會打著他們 屁滾尿流 鄉驚宮 鄉驚無天龍 現在無天龍就來了 川普來了 最狂的來啊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川普最近真的炮打中國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為什麼要軍演 他說因為現在呢 他們現在可以軍演 要是我上台話 中國絕對不敢軍演 他連中國不敢軍演都講了 那現在最近的話就說 有人說什麼 我們這個美國有一個報告說 我們跟中國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會打輸 他說絕對不可能 你不該發表這樣言論 而且這不是真的 我們會打著他們屁滾尿流 哇 講成這樣子 抱歉 他講的真的相當誇張 他居然講說 如果這個報告說 美國無法取勝 對 是非常愚蠢 對 他甚至才說的 我之前就威脅過普丁啊 說你不能打烏克蘭 你打烏克蘭的時候 我會炸你莫斯科啊 所以他說我認為 絕對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他跟普丁講過這種事 對 所以他真的就是敢這樣講 那敢這樣講的話 最近國際局勢 開始出現大騷動 大變化 對不對 特別是有一個人退讓 那個人退了 習近平 習近平讓了 對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還知道說 接下來要面對 就是這個無天良要上來啊 所以你說習近平 現在退讓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我對印度 讓了九萬平方公立 我對菲律賓 我現在不再就跟你糾葛了 所謂的南海的主權 我對於澳洲 該買鐵 該買煤 該買這個龍蝦 該買紅酒 全讓了 因為他要建構一個新的秩序 不然按照現在的結構 川普上來之後 中國就慘了 而且川普上來之後 第一個要開到的是誰 絕對是中國嘛 好 中國不是 我們知道川普其實是有仇必報 那川普跟之前跟這個劉鶴 有簽一個這個所謂貿易協定 請問中國有做到嗎 沒有 你覺得川普會怎麼樣 他修理理念 你都沒有做到 我現在上來之後 你當初當議我都沒有做到 因為他曾經講過說 他為什麼會落選 為什麼他的民調不得往上抽 對 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履約 好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時候習近平 你要把經濟大選丟出來 因為他知道接下來是個大爛攤子 他現在好 那就交給這個 你們董經紀人去搞好了 所以他現在不得不推讓 就是他的路線 必須要面臨修改 否則在川普再來的時候 他真的完全會完蛋 而且你想說現在整個中國 被美國包圍一下 已經是什麼 腹背受敵 前後夾攻 現在他必須要把這個 腹背受敵 前後夾攻的狀況 做一些改善 我們現在看到了習近平 退讓的第一個指標 就是對印度了 沒錯 像習近平最近 對很多國家都退讓 對印度也退讓 然後對澳洲也退讓 對菲律賓也退讓 我們現在講印度 反正印度 中國大陸沒有在報導這件事 印度他們非常大規模的報導 是印度人的勝利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你看 他們兩個去客山見面 在客山見面的時候 就定化變 對 他們兩個已經五年沒有見面了 而且五年見面之後 事隔五年之後 兩個見面 其實還蠻開心的 對 那你知道嗎 事實上為什麼他們兩個 會願意見面呢 就從2020年 他們在這個 拉達克這些地方 打了一塌糊塗 還有這個 班公錯誤打了一塌糊塗 這個地方 他們雙方一直對國界 雙方不能夠達成協議 不能達成協議 他們就說什麼 一吋都不能讓 兩邊都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兩邊都不願意談 那為什麼他們兩個 能夠見面呢 因為他們已經達成了協議了 協議是什麼呢 我們中方呢 我們撤退 我們回到過去的 這個水準 中國讓了 是中國讓 為什麼這樣呢 我跟大家講 是他們爭議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藏欄地區 一個在這個 這個班公錯這個地方 好 這原本的這個國界在這邊 然後印度已經弄到這邊來 他們就說 好啦 你印度這個實控 那就讓你們這樣實控 就讓你們弄了 另外一邊是 過去的國界是這樣 那是中國這個 過去國界是這樣 那中國已經有這一塊 現在呢 他允許印度你進去裡面 所以等於是他兩邊都退讓 兩邊都退讓之後 人家就說 你讓了大概九萬平方公里 左右土地 可是中國不是講 一點都不能少嗎 他們沒有這樣說 你看印度的外長說什麼 很高興恢復了 2020年前的這個狀態 那目前為止來說 雙方都可以恢復到 2020年前 邊境對峙開始 局面的這個安排 那印度是說大勝 你看印度是他們狂歡 獲得大勝利 那中國是完全封鎖 中印你看 中印就邊境問題 達成解決方案來說 你在微博上面 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消息 而且印度他們獲得大勝之後 他們還做一個報導 就報導說他們兩個 抵達克山的時候的照片 所以你說誰勝誰敗 看兩個國家怎麼報導這條新聞 就非常清楚 中國對於中印邊界的問題 現在你連搜尋你要問答 你所有的資料全部被封鎖 對 但是印度是大幅報導 印度是大幅報導獲勝 所以那是 而且他們還弄一個照片說 你看我們莫迪 莫迪的大偉大的這個總理 你看佈下這個飛機的時候 是完全不用扶著這個飛機 不用扶欄杆 那你看這個習近平 還扶著這個欄杆這樣走下來 他說你看我們的這個莫迪 比習近平更加強壯 這是印度的 對沒錯 還特別弄那個手扶欄杆 他們還故意這樣把它focus這樣 所以你看事實上 印度顯然在這一次 中印邊界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似乎是 他們認為我們獲得了這個 勝利的一個局面 那你想說 那到底講的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真的 你看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說要這個撤退之後 你看這原本 在這個地方 這是在8月時候 開到有這個哨所對不對 然後到10月25號已經不見了 你說這個是中國哨所 對哨所已經不見了 中國哨所拆了 對沒錯 那你看這是之前在這個 10月9號的時候 那現在已經完全把它拆掉 那原本都有一些 哨所一些裝置 現在都把它拆掉 所以顯見 中國是真的把它拆了 很多很多哨所都拆了 不只拆了 還有這些畫面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中國解放軍下山 就是他們開始 開始陸陸續續撤 也就是說他們真的已經撤了 那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說 那到底中國能夠獲得什麼 所以中國現在是拔引走人 對所以顯見 在整個中印衝突這邊來說話 真的中國是 中國是完全慘敗的一個局面 這個印度是獲得成功 另外一個媒體還說什麼 他們兩個不是都抵達這個喀山嗎 結果普丁看到這個莫迪的時候 哇給他擁抱啊 結果沒想到 見到這個所謂習近平的時候 對他是愛理不理 握個手這樣聊聊事 甚至普丁還抱了金正恩 他就是沒有跟習近平 有什麼熱絡的往來 我擁抱了金正恩 我擁抱了這個莫迪 對可是我跟 你這個跟那個習近平 就握手 只是行李如鷹 對所以他事實上顯然 習近平目前為止在國際上的地位 是有一點點被落碎的一個局面 那真的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是澳洲 那澳洲什麼 澳洲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澳洲政府說什麼 我們已經獲得了他們 我們跟這個中國的貿易戰 你看這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原本開始在貿易戰的時候 中國那時候有一個 非常指標性的動作 就是敬你的龍蝦 不賣龍蝦 對不賣龍蝦 現在中國已經說 OK我們現在開始恢復 這個從澳洲進口龍蝦 但不只進口龍蝦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煤礦 煤灘也是一樣 4年來他們一直進入這個澳洲的煤礦 結果你知道 中國也是抽雞不著18米 還真的是非常倒霉 你知道原本他想 我沒有澳洲煤礦 我就用印尼的煤礦 我就用蒙古的煤礦 結果沒想到 蒙古的煤礦 他想說 你要用我的煤礦 我就削你一頓 結果沒想到漲幅居然高達82% 反正你一定要用我的煤礦 你不要用澳洲 你用我的 可是蒙古跟中國不是兄弟之邦嗎 怎麼你不買澳洲的煤 跟我買了以後 我就給你加價82% 當然蒙古也想賺錢 所以他們漲價漲了82.7% 結果中國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結果沒想到後來 蒙古居然有這個貪污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好像有這個 跟中國貿易網來說 有這個上下其手 所以蒙古鎖氣之後 那我不賣給你了 所以後來連蒙古也不賣給他 那怎麼辦 他就開始去外面買 從俄羅斯 印尼 南非 各地地方去買 結果保潔知道 他們買來都是澳洲的煤礦 為什麼 因為各國沒有那麼多煤礦 你要那麼多煤礦 你只能從澳洲 所以他們跟澳洲買 再用澳洲的煤礦 賣給中國 對 而且加價賣給你 所以變成是怎樣 中國後來想一想 對啊 我幹嘛這樣做 所以後來就放棄 所以現在就 於是又要恢復澳洲煤 所以等於是 這個澳洲龍蝦 澳洲牛肉 澳洲的酒 還有澳洲的煤礦 都要全面放寬 所以在這場貿易戰上面 澳洲大獲全勝 對 打到最後來說的話 最後低頭是 這個中國就結束 四年以來的禁運 好 那你想說 為什麼中國要這樣子 很簡單 因為中國目前為止的經濟 真的很糟糕 抱歉你知道 原本習近平想說 我就趁這個時候了 我大局的 把我的人民幣輸出 到全世界這樣 就這樣 人民幣使用量越來越低 那目前為止 外匯存體的比例 2.15 它甚至還比日元還要少 還跟澳洲澳元一樣 所以等於是說 沒有增加反而減少 要用人民幣 對 而且你知道 為什麼習近平那麼緊張 最近中國的這個 這個9月份 他們剛公佈喔 9月份中國的這個工業利潤 這個同比 下降了27.1% 簡單來說 他們工業產值 賺的錢 比去年下降了27% 所以等於是 中國經濟出現很大的問題 然後外資一直不斷來討 所以等於是 中國現在面臨到經濟 可能處在一個崩潰的邊緣 所以習近平現在怎麼辦 我外經 經濟已經面臨到這樣的局面 川普要上台 又要對付我 那當然我這時候趕快要 先把我自己能夠調整的 先調整 那怎麼樣 就是我先把權力分享出去 你說現在 全世界都要看 川普的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當美國的總統 因為他如果當美國總統 世界秩序要全部改變 而且 他話越講越狂 講到中國 剛剛講 習近平現在很多的退讓 看起來都跟川普 有可能當選有關 他真的講 如果真的美中大戰的話 美國會把中國打得 屁滾料流 因為應該這樣講說 美中關係在未來20年會不會好 不會 不可能 休息抵得陷阱 這兩個是戰略競爭關係 確定了好不好 這兩大國一定鬥的 那可是川普如果上來以後 他會改變遊戲規則 他不會用拜登的策略 拜登是所謂的 要用聯盟 對 要交朋友 用集體主義 要搞很多組織 川普不愛這套 單邊主義 我愛怎麼幹怎麼幹 台灣我不見得 他對台灣 從來沒有答應過 要防衛台灣 他認為台灣要多給他錢 保護費 保護費 直接講他保險公司 他這是黑社會 我們就給他錢 這個也好 我給你錢 你來保護我 對 我們一貨兩氣 同樣 可是這個問題是 他也要面對中國 也是這個問題 但你看中國收錢 他那也是保護費 他勒索中國 所以中國現在的經濟非常慘 他的整個國家進入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 結果出現川普如果當總統的話 那是對現在中國的情況 雪上加霜 所以習近平必須要做改變 習近平已經改變 我覺得已經在做改變的準備 所以現在把溫家寶都還要旁邊做 整個內部的壓力非常大 因為他們知道川普可能會當選 當選以後他們的日子不好過 然後包括川普他現在解決幾個大問題 第一個俄乎戰爭他會不會解決掉 他非解決不可 他會解決俄乎戰爭 俄乎戰爭解決掉的問題也是習近平啊 一樣是習近平啊 習近平不同意不解決掉的話 俄乎戰爭解決不掉啊 對 對不對 那普丁那個是已經現在裡面了嘛 所以他已經講了說 他要一天直接解決掉 對 那會不會一天我不知道啦 但是現在我看到外媒的這個說法 明年就是2025年的春天 對 俄乎戰爭會解決掉 真的假的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冬季戰爭 對 進入冬季戰爭 那個在地上下雨啦 下雪啦 對 那整個部隊的運動非常困難 沒辦法行動 沒有辦法做大規模的運動 因此這個戰爭會自然的遲緩 那遲緩這個情況之下 那川普一定會直接介入 他介入很簡單啊 他是最大的 北約的最大捐款國啊 對 他的軍隊在這邊最大啊 對不對 那他要怎麼樣維持他美國的利益 又能夠讓這個各方的人 能夠退一步 對 那其實澤倫斯基沒有力量嘛 因為我們反過來看 那你看 你會 他會逼澤倫斯基退讓 澤倫斯基本身一定會被逼嘛 問題是 普丁也會被逼啊 普丁 我昨天看那個普丁 接受這個 在那個警官會議上 接受BBC的採訪 他的說法就很簡單啊 他說很簡單 他說我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 因為你們逼我打你們啊 他意思是說 你北約東擴 讓我沒有安全感 我非打你不可 好 那這個理由如果成立的話 不東擴就好了啊 那都是 好 不東擴的話是誰不東擴 北約東擴是誰的點子啊 美國的點子 中和國力嘛 一定是講簡單一點 看你俄羅蘇聯解體的話 趁你病要你命就來了嘛 那他一搶起來之後 他就開始反擊了嘛 那普丁現在搶起來之後 當然反擊啊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 達成一個 不是理想的和平和約的話 德國也沒事了嘛 法國沒事嘛 對不對 西歐國家安全了嘛 那東歐國家怎麼辦 波蘭 修羅拉利 捷克這些國家怎麼辦 捷克不是跟我們最近很友好 歡迎我們蔡英文去嗎 來跟我們台灣買很多東西 還有波羅蒂亚三小國怎麼辦 你認為 那到底那個是誰的地盤嗎 普丁的地盤 普丁認為是他的地盤嘛 對不對 那歐盟認為說 這是我歐盟的國家 我北約國家 所以這個東西 戰爭或許結束 可是鬥爭 鬥爭繼續長期賣移 長期保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說波蘭現在變成歐洲第一大軍事國 歐洲現在第一大軍事國是波蘭 波蘭現在不斷地爭強 它地面部隊 它的空中部隊 它的飛彈實力現在超強 跑去跟韓國也買軍國 在非常短時間之內 已經變成了東歐的第一大軍事國 我看可能連英國跟法國比不上他 所以這個情況 我覺得川普會面臨到各個不同的情況 而他確實他手上有籌碼 對 因為北約不打仗 因為還有一個觀點我剛剛講的 普丁認為他根本不是在跟 在跟澤文斯基打仗 他在跟北約打仗 他完全是北約下來做戰 因為大家現在罵他嘛 可不可以叫朝鮮下來打仗 他說朝鮮跟他有戰略合作協議 兩個本來就是互相保護對方的嘛 對不對 就換言之想 如果朝鮮被藍涵打的話 那這個 他也會去打 肯定要出兵幫 幫北朝鮮 對 幫北朝鮮打 他們的肚馬 國家肚馬已經通過了 剩下是上議院通過的話 就完成立法了 完成立法的話 他就有正當性了 他講個很簡單的道理 他說你以為我現在是在跟澤文斯基打 不是啊 我是在跟北約打嘛 所以你們早就介入了嘛 他因為大家在怪他說 你怎麼去跟北朝鮮扯進來 那你們扯了更多了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在大國 世界的大國在這邊的互相的這個角力 才是真正的面貌 我們來講的 最近的整個國際情勢 出現了非常微妙的變化 第一個微妙變化 當然是習近平開始不斷的退讓 第一個是 你怎麼會在人民大會堂上面 那個宴席 宴席旁邊 居然做了李瑞環 做了溫家寶 這是已經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你更不用講 你對印度的九萬 九萬平方公里的退讓 你更不用講 你對澳洲 你紅酒也買了 龍蝦也買了 什麼都買了 你也不去挑釁了菲律賓 更妙的是 他現在對於整個的這個俄羅斯 本來之前 在俄羅斯上面 他有一點是佔老大 因為我有錢 我可以支助你 不對 俄羅斯現在根本就完全 把習近平完全降規處理 什麼降規處理 你到了克山 照理講以習近平的規格 你應該是總理級以上 沒有 我找一個地方官員來找 跟你會變 找地方官員跟你會變的時候 普丁跟你戒騙 非常的冷淡 你碰到莫迪是擁抱 可是你碰到習近平 只有握手 所以你從這個一看出來說 現在中國跟俄羅斯之間 也出現了微妙變化 寶貞哥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被人家看破手腳 看破手腳 普丁現在只有拿一個清楚的對照組嗎 北韓這個叫跟我稱兄道弟 北韓 北韓當我小老弟 但請問一下他有沒有出人 有沒有出兵 有沒有幫助我去打我這個最需要 最破切的物額戰爭 有人 一萬一千名也來了 軍火就算不堪用 但也來了 換言詞 你 我們講的習近平在搞什麼 習近平當黃雀啊 從這麼到尾只跟我出一張嘴 說我們會最大限度 maxima 最大限度的人來幫助你 所以你前面是唐老補殘 我這個黃雀躲在後面 這個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當你看到北韓 北韓願意出兵 北韓願意出武器 北韓願意做這個所謂的後援座位 你中國呢 你中國什麼都沒做 寶貞哥 沒有中國有出一張嘴 出一張嘴 他說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提供你 我可以提供無限元素 但對於普丁而言真正在乎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當然希望習近平能夠加入這兩戰局嘛 為什麼 北韓擁有什麼 核武 俄羅斯擁有什麼 核武 中國擁有什麼 他也擁有核武嘛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三個核武大國 湊在一起的話 不好意思喔 美國人 西方世界國家 歐洲人經濟水平很高 寶貞哥他們最怕什麼 最怕死 所以我們至少在那邊 你願意出兵 派遠跟我們繳進來 當在一起 那我跟你講沒意見 但不是啊 這個金磚是一個最好的場合 為什麼 因為金磚 我們講普丁最希望的就是說 透過我去打烏俄戰爭 這一場戰爭 來驗證我自己拳頭下出老大 我自己當老大嗎 但你其實不是 你就希望說我去幫你打 然後讓美國被我制衡 然後導致說沒有時間去管理中國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做想漁翁之力 然後出一張嘴 所以為什麼他會這麼冷淡 以前是我們講的抱著緊緊的喔 結果現在變了什麼 變六指向了 我這邊退三指 你這邊退三指 相敬如兵 所以這個是之前跟習近平 當時剛好 俄乌戰爭剛剛打起來 俄乌戰爭打起來 我需要習近平的幫忙 習近平也講說 我們兩個人要攜手走很長遠的路 這個時候互相擁抱 可是當北韓進來了 而且這個俄乌戰爭看起來 因為普丁 因為川普可能當選 也要告一段落 而你就看到普丁 跟這個所謂的習近平 態度就不一樣了 總共有兩個對照子 第一個是莫迪 他直接跟莫迪大動作有報跟你講說 這才是我正常的規格 而跟你習近平 我們兩個現在相近如賓 那另外一個對照子 就我們講的 北韓 北韓論實力 他只是中國的小老弟 但是北韓做得到的事情 為什麼你中國 截至目前為止你做不到 因為這是我們講普丁 現在最迫切的一個需要要求 所以你仔細看下來 我跟你講過去習近平講說什麼 我們現在世界的局勢 有大變局 然後國際情勢錯綜複雜 保德哥這一句話 你覺得他到底在講什麼 事實上他這一句話是在暗奉 我們講普丁 他的意思說烏二戰爭 打到現在這個程度 雙邊戰況一片膠著 然後你不斷的持續比我出兵 所以他們正在解讀這件事情 解讀什麼 我最害怕的就是 未來如果會變成另外一種新冷戰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是普丁一直希望說 你趕快 我們講習近平了入這個局 然後習近平是怎麼樣 最好不要 我最好是往後退一步 你仔細看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說變成所謂的新冷戰的話 你想想看習近平在這邊 那這個是誰 就我們講的金正恩 這我們講的誰 普丁 那三邊這個狀況 保德哥如果真的湊神 你知道這是誰的想像嗎 誰的最理想狀況嗎 這普丁要的嘛 普丁希望說我們三個聊奏會嘛 那結果說我們講的 另外對面是誰 當然就是美日韓嘛 但你主保鞋哥 你想想看喔 現在我們是不是一直想說 習近平一直在退 一直在退 那退的意思是什麼 退的意思 不就是他要跟美日韓這邊 希望我們這邊 雙邊的拉鋸 跟雙邊的對抗 不要那麼強烈嗎 所以跟印度這邊 因為我自己光內部 我內部經濟的問題 我就有大麻煩 我跟我這邊外界 我降低這個衝突 跟美國我也希望降低衝突 但這時候 如果你普丁 要我跳向這個聲音去 跟你一起加入這個邪惡軸心 豈不是自我與萬劫不復 你說去觀察 習近平的整個態勢 或者他整個地位 從這個鄰近國家 或者對他友善的國家裡面 這些領導人的反應 非常能夠反映出來 第一個就是 你看到普丁 居然對他不冷不熱 我都擁抱了莫敵 可是我對你 只有這個所謂的握手 還有今天中國跑去越南 接受的規格也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習近平 他在整個中國的地位 是出現了我們不知道的 微妙變化 我們不是只光看說 他對在跟普丁 或是他在越南而已 你要看他的國內的表現 比如說最近 胡春華有一次 他以前當中 內蒙的書記 他回到內蒙去 照講他是個離開的人 回去的話 媒體不能報導 胡春華 結果胡春華居然有人歡迎 有地方電視台報導 然後央視有報導 這個就很奇怪的事情 對 結果這個不應該的 然後第二點來講的話 譬如說中央有政策 他們大陸中央政策出來 現在舊市嘛 股票 舊股票 那有一些人 有一個很有名的學者 就提出很多意見 如果說你這個舊市 有很多缺失等等 這是妄議中央 以前這種東西登不出來 當然 現在通通登出來了 所以我在講說 零零種種 你要說很多小事情 就發現說 以前 因為 你要只能從他的媒體來看他 對 他的媒體有一些不正常的東西 比如說以前講說習近平思想 對 軍方講習近平思想 他們現在講 他們現在講變成說 現代化思想 沒有習近平了 拿掉 偶爾會拿掉 會穿插 所以軍方的人士 看起來也 有一些 有些出席的方式 對 也才不太一樣 因為這時候特別是習近平 帶著張宥霞去看了飛彈部隊 結果標題 居然是習近平跟張宥霞 以前根本沒有張宥霞露臉的份啊 不 張宥霞是習近平非常重要的夥伴 他們兩個副直輩 就他們跟他的 兩個父親都是好朋友 所以以前他們是三西方陝西人 以前都從小都住在一起 陝西人 陝西人都住在一起的嘛 那這個軍方的反腐的軍權的掌控 就是張宥霞 一路幫他打出來的江山 但是最近出事情是哪個單位 是火箭軍啊 那火箭軍是誰的呢 張宥霞的 張宥霞本身 他是當過總裝部的部長啊 一路上就是要弄 所以他把那個 在辦那個火箭軍貪腐的時候 就倒逼七年嘛 那七年就是張宥霞卸卸任以後嘛 那時候連張宥霞位置都有可能不穩啊 那現在怎麼反過來 張宥霞主辦 在開會的時候 看習近平不見了 對 重要的一兩次最近的會議 因為我剛剛講的太細 太細大家聽不懂 就有非常重要的全軍會議 那照實講 張宥霞主持 對 那習近平跑去哪裡了 習近平跑去廈門 東山島 去東山島 而且呢 完全不談軍方的事情 這個是非常 非常反常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軍權旁落 那個苗頭 已經被看到 那習近平的態度 現在開始也比過去緩和很多 因為他確實他的挑戰非常的大 那我覺得內部已經有非常 因為他幾個大的錯誤已經造成了 第一個停俄羅斯嘛 停俄羅斯停到無上限了對不對 絕不封頂嘛 現在封頂了沒有 封了 非常投機嘛 所以為什麼今天你看到普京對他那麼難看 對 因為很簡單嘛 你玩假的 就是你在落井下石嘛 因為可是習近平也 當時就是你想 你自己約他了嘛 你要揪他說 我們一起來完成這個 改變這個世界的夢 不是講了嗎對不對 這個世界 我們攜手同行 攜手同行 攜手同行 是習近平的邀請嘛 最後你繞跑嘛 對 我們碰到 百年難得的大變局 我們要攜手同行 對啊 讓大家很感動啊 對不對 感動之後結果你現在落跑 因為你要去賺西方的錢嘛 他的經濟的來源 是來自於跟西方的合作 那你又要提供資源去幫他 去跟你的客戶打架 這他做不到嘛 所以他也怕被封殺 但問題是在聯盟上來講的話 因為從 我要講一個概念 俄羅斯從頭到尾就瞧不起中國共產黨 因為他一直認為中國共產黨 從一開始就是他的尾巴黨 對 就是他的東方支部嘛 對不對 而且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從創辦人到領導人 都一定要去過 俄羅斯 去過莫斯科 去受訓啊 去交心啊 那大部分人 包括習近平的父親在內 都有黑資料在他們手上 所以到底誰是老大 當然俄羅斯是老大 所以俄羅斯人根本瞧不起中國的領導人 他認為他是老大 他到今天為止 雖然他國力比你小 可是他認為 你看他敢打 對 他敢去逞強 他敢去搶世界的領導地位 他根本不怕啊 他哪裡有怕啊 他也是一樣的選舉制度啊 制度改革他也不怕你啊 這就是俄羅斯人的票漢的民族性 跟著這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之間的 看起來是規模的大小 在決定勝負 其實不是 是領導人的意志力 來決定這個國家的前途 我們看上禮拜五 拜登跟川普那個悲慘的90分鐘 拜登那樣的一個恐怖的反應 真的已經嚇到了美國 現在不只嚇到美國 現在也嚇到了全世界 而且這樣的一個恐懼 這樣的一個聯誼 甚至還影響到中國 俄羅斯跟北韓 三方微妙的一個互動 最近有一個人突然跳出來講話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 他叫鄭永年 一般認為說 他是習近平的智囊 因為習近平有很多事情 是跟他商量跟他討論的 他居然放了一個話 他放了什麼話 他說現在在中美大對抗 就是說美俄大對抗的狀況下 美國跟俄羅斯你不要選邊 如果中國在美俄選邊的話 那就會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那就不對啊 今天中國還有選擇嗎 中國本來不就要站在俄羅斯這邊嗎 你的不選邊不就代表 你不要去挺俄羅斯嗎 如果你不去挺俄羅斯 這個時刻 另外一個變化就出來了 之前我們看到了 金正恩還有普丁 普丁當時去拜訪北朝鮮的時候 他遲到了遲到 讓金正恩等到了半夜兩三點鐘 我們看到在這個會談的場合裡面 普丁完全非常不把他放在眼裡面 他去幹嘛 他就在玩他的麥克風 當時的金正恩剛剛講的 眼神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不高興 可是就算你們兩個人各懷鬼胎 就算你們兩個人 並沒有站在同一條線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國際大環境下 北韓做了一個決定 北韓幹嘛 北韓現在的衛星是用中國的現在 他的衛星要幹嘛 他衛星要用俄羅斯的 還有北韓現在要派四個旅 四個旅的工兵營 大概兩萬人 我要進到烏克蘭的一個戰場 這完全的力挺俄羅斯 完全站在這個俄羅斯這邊 所以世聰你說 對 這個國際大局是正在變動當中 沒有想到 當大家開始 意識到川普要當選了 沒錯 意識到川普要當選了 一個不可預測的人要當美國總統 一個不可預測的人要當美國總統 大家開始皮穿著蛋了 開始皮繃緊了 開始說了 當中國一說了以後 他就會影響到他跟俄羅斯 他跟北韓的關係了 我們常常說世界是一盤棋 但是問題是現在下棋的那個主key 美國的一個主導人可能會換人 你會換人的話 他當然整個想法 戰略思考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在這時候 變天了 對 習近平的國師 他就突然講一句話 如果中國入如果戰選邊站的話 三戰可能已經開始 其實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站在俄羅斯這一邊的話 跟美國對抗 那老早第三次世界戰爭就會開打 所以他意思是說 我們絕對沒有站在俄羅斯這一邊 他說我沒有站在俄羅斯那邊 就代表我沒有挺俄羅斯 對 所以現在他講法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講 除了這個中國目前的講法是說 我沒有挺俄羅斯 為什麼 因為他很怕被這個美國制裁 被全世界拋棄 所以他當然講這樣一句話 但是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什麼 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 北韓還有中國的關係 在默默的變化之中 那什麼變化呢 因為我們到事實上過去 川普上來把大家都嚇壞了 對 我們要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朝鮮就是北韓跟中國關係非常好 可是最近北韓做了一件事 他說什麼呢 我們國家電視台播送的這個畫面 以前都用中國衛星 但是我們現在改用俄羅斯的衛星 就是用這樣 那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南韓他們都有在看 對 因為弄這個所謂俄羅斯的衛星之後 他們很多南海的監控單位 沒辦法看到相關的影像 所以他們知道說是換了衛星 而且是換了俄羅斯的衛星 那不是很不給中國面子耶 你國家這個電視台來說 用的這個訊號從中國的衛星 變成是俄羅斯的衛星 所以表示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中國跟朝鮮的關係 沒有大家想像的好 中國對自己的北斗衛星 是什麼樣的得意 而且他也想說 我的北斗衛星 就取代美國的GPS 而且我等於說 大家用我的衛星以後 我才可以變成這個地方的資訊霸權 對 沒有想到第一個阿波浪槓的居然是北韓 對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很有意思 你知道 金正恩上一次不是在平壤見面的時候 他不是表情很不好看嗎 這個普丁也是一樣 可是問題是保潔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 今年已經見了兩次面 見了兩次面 從2019年到現在為止來說 習近平還沒有見過金正恩 所以說他們兩個已經有好幾年 沒有見過面了 但是他們兩個 對他們兩個來說 已經今年見了兩次 所以告訴你什麼 朝鮮 就是北韓跟俄羅斯的關係 在極速升溫之中 然後他跟中國關係似乎是 他漸行漸遠的一些關係 我就連這個國家電視台的這個我都不要了 好 那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 所以其實美國一直想用邪惡中心 把幾個國家框在一起 這個中國 俄羅斯 北韓跟伊朗 對 就跟他講的中國一丟了以後 綁得越緊的 對 是北韓的俄羅斯 對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保潔你知道 因為跟川普有關 我覺得跟川普有關 幫人跟川普有關 保潔我問你 川普如果上台的話 他第一個要對付的是誰 中國 中國他絕對把你電的金屎屎 也就是說 事實上現在拜登的他的主軸是中國 但是其實他也在對付俄羅斯 但是如果假設川普上台之後呢 他跟俄羅斯他是怎麼說的啊 說你北約自己打啊 如果你們這個 我可能就不要支援這個烏克蘭啊 你們北約歐洲應該盡點心力啊 他講說我如果上任之前 我就要把俄羅斯俄乌戰爭給結束 第一個 烏克蘭如果不配合不上談判桌 烏克蘭所有的軍員我都不給你 而且如果俄羅斯不配合的話 我就把所有的先進武器 而且可以解開所有的限制 全力攻打俄羅斯 對 所以現在對這個普丁來講的話 他時間有限啊 他應該要在這個川普上台之前 取得更好的戰國嘛 這樣我要談判才能夠好談判啊 那他怎麼談判 中國給我這個所謂資源 沒有資源啊 因為中國已經說我不選邊站了 Q了 但是有一個人會給我 那就是這個金正恩嘛 那金正恩為什麼會呢 因為保潔你知道 過去金正恩一直很恨什麼 我老是被你中國視為是老二 誰喊呢 中國一直說 他們之前不是中日喊三國的高峰會 然後還說什麼 我們要促進什麼 朝鮮半島的無核化 這個對金正恩來說 孰可忍孰不可忍 我就是有核武才能夠搞到今天 對 就你叫我無核化 那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目前我只對金正恩來講 他也寄望了川普上台 為什麼 川普跟他曾經面過面那麼多次 所以他可以直接通川普啊 所以他就不會是這個中國的小老弟 他是變成是這個美國的小老弟 都不一定啊 所以我來說 現在整個瘋了 因為川普上台說 真的國際局勢會出現非常大 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而且現在金正恩沒有不敢賭的 沒有不敢賭大的 現在賭一個大的什麼 除了剛剛講我從衛星 從中國變成俄羅斯之外 現在我要派四個旅的公兵 你大概兩萬人 我直接要到烏克蘭的戰場 我要完全站在普丁後面 對 因為普丁目前為止來說 極需要這個擴大戰國嘛 我就講 如果川普上台之後 搞不好戰勝就 要在那個時候結束了嘛 你們要雙方談判 那對這個普丁來說 極需要非常好的這個後勾軍資源 你看最近他不是被打得非常辛苦嗎 打得非常辛苦的時候 你知道 烏克蘭說什麼 烏克蘭說我們擊落了非常多的 這個導彈都是北韓的導彈 北韓導彈 所以問題是 你現在北韓要繼續支援我 因為顯然中國的支援到現在為止來說 有一點縮起來了 那所以他才來這個地方嘛 那聽說他們上一次簽約了之後 是什麼樣的 這個北韓拿了一億多美金 就說好 我們要派這個兩萬名的這個軍隊 尤其是工兵旅的這個狀況 有約莫四到五個旅 然後抵達烏克蘭的前線 他們在頓內資格這個地方 他們沒有直接參戰 但是他們會做什麼 這個排壘啦 還有維穩等等的這個工作 那甚至會幫俄羅斯 構建所謂的軍事的這個 做工序 對 站好啦 那這個目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他要鞏固 現在有的這個疆域 我要把它鞏固住嘛 所以就是說你就知道說 其實目前是 你看這個 這個金正恩拿了1.15億美金 也非常好啊 反正拿到了 我現在欠缺一些所謂相關的資源啊 你給我 那我給你這些武器 我給你這些 這些所謂人員 所以現在反而是 站在這個俄羅斯後面的 就是北韓 所以沒有想到 上個禮拜五的那一場的辯論會 對 現在大家感覺到了 川普要當美國總統了 他的聯誼 他的整個連鎖反應 會這麼的強 而且我們都還注意到了一個點 就是說連BBC還報導 這個就讓我非常驚訝 我沒有想到 中國跟北韓的關係 這麼樣的糟 也沒有想到 金正恩現在這麼防著中國 因為在壓力 將在很多 中國跟北朝鮮的邊界的時候 居然剛剛講的 都說的是鋼燒 設置鐵絲網 他幹嘛去阻隔 中國跟北韓的邊界 對 沒錯 實際上這是BBC的報導 他就說 這個圖片顯示了 北韓封鎖了跟中國的這個邊界 你看 這是最新的報導 他是說什麼 最近一段時間 在COVID-19的過程裡面 這個北韓把這個中國跟朝鮮之間的 這個邊界把它持續鞏固了 你說都是弄這個鐵絲網 對 鐵絲網都弄起來了 整個郭靖都弄起來了 很難跑出去 另外是什麼 寶傑你仔細來看 之前的這個圍牆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是圍牆中間來說的話 他有這個哨所 一個一個哨所在這邊 也就是說 他鞏固非常嚴重 就是不讓你跑 而且他也不想讓中國 不想跟你互相往來的這個局面 所以我在這個所謂的 中國跟北韓之間 我不但是有鐵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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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所就有軍人在這裡嚴密監控 對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講 這是之前的這個原本的這個畫面 你看他現在把很多橋都把它組起來 然後把這個所謂圍牆都組起來 在這個壓力將這個周邊 你看以前是沒有 現在是有這座牆 另外一個你看 原本在這個北韓 跟這個中國的新義州 這個地方來說話 原本你看藍點的部分 就是相關的這個 攔截點這個部分 那紅點的話 就是他們之前的這個哨所 好 這個圍牆 你看現在 現在你看這個哨所 這紅線還在 但是紅點紅點都是什麼 紅點紅點 就是一些相關的 邊境的這個措施 至少有2307個 他根本是搞一個萬里長城嘛 所以你說他把 他跟中國之間的封鎖 把它封得越來越嚴格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在2019年 在之前的這個是這個樣子 那你看現在已經 喔 蓋了非常多周邊的這個大樓 什麼什麼 把它封鎖起來 所以可見北韓現在是比較防誰 防中國 防得非常非常嚴密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特別提到就是 在龐佩奧的回憶錄裡面 他當時是吧 就是這張照片 他當時有跟金正恩見面 他說他最驚訝的一段話是什麼 金正恩跟他講 不要相信中國人 中國人都是騙子 對 這句話是來自什麼 是來自龐佩奧的回憶錄裡面 他就講到說他去見金正恩的這個件事情 那金正恩就跟他說 他認為說中國都是騙子 他說我還寧願美國在這邊駐軍 因為為什麼你美國駐軍的時候 在保護我們這個朝鮮 免於受到中國的威脅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 因為南韓有這個駐軍的時候 所以中國拿我們美子 他說萬一 如果假設美軍離開的時候 中國可以掌控整個朝鮮半島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西藏 所以他希望美國在南韓駐軍 對 他說我們會變成西藏 我們可能變成新疆這樣 可是保證他講的話道理對不對 如果我們仔細來看 因為朝鮮半島對中國的安全太重要了 所以中國一定會想要控制朝鮮半島 那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如果中國想要去控制新疆 中國想要控制西藏 他就沒有道理 不想控制朝鮮半島 所以這就是金正恩怕的 金正恩就說 因為你們駐韓美軍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免於中國的威脅 他跟龐佩奧這樣講 龐佩奧就有點驚訝 他就說 我們中國常重生的美軍 撤離韓國將會讓金正恩開心 金正恩笑得起來 並且興奮地拍打肚子 感嘆中國人是騙子 騙子 所以他原本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金正恩的這個想法裡面 他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好朋友 真的在國際關係裡面 真的虛實難辨 對 沒錯 所以事實上你看 而且他們見面的時候還有非常有意思 他說金正恩跟龐佩奧說 沒想到你會出現 我知道你想殺了我 這樣一個狀況 他說對啦 我們是的確想要殺你 但是我們練習很多沒有殺掉你 但是我現在很想殺了你 但是你知道 他們國際現實的環境就是這樣 即使我要殺掉你的時候 兩個要合作的時候 還是可以互相的合作的一個狀況 甚至你知道他們後來見面的時候 川普不是跟這個金正恩見面嗎 他就說 他把他稱為叫做小火箭人 Little Rocky Man 就是這樣 金正恩跟這個川普見面說什麼 你叫我火箭人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那個Little 所以讓他事實上顯見 即使是他們雙方這個 你來我往來說 他們也知道 我們真實的這個利益是什麼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真實的利益就是 北韓現在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不甩中國了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 最近要是 之前他不是空飄氣球嗎 對 空飄氣球弄了一些會晤 就有一些大便 有一些回崇跑到了南韓去對不對 他說這個東西是金正恩 我覺得我丟這個氣球 不是丟給南韓看的 我是丟給中國看的 對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之前5月27號 不是在首爾開這個 所謂的三方會談嗎 三方會談裡面 你看李強啦 這個隱形樂 還有這個岸田三個人就說 我們要達成這個 朝鮮半島無核化 所以這時候對金正恩就很不爽 無核 我無核的時候 你還沒 我就沒有這個地位啦 雖然就在你說要安全的時候 我就故意把這個分 這個所謂排泄物來 空飄到這個南韓去 嚇嚇你 甚至他後來不是在發射 試射這個飛彈嗎 所以這個動作就告訴你什麼 金正恩現在在川普 可能當選的狀況之下 他知道未來 我就直接跟川普 這個對話就好了 我還要透過習近平幹什麼 所以未來的話 這個北韓跟中國的關係 恐怕會有一些 微妙的變化 好 對 你說現在這個局勢 真的是詭譎多變 普丁已經很久沒有遲到了 結果沒有想到 你在拜訪北韓的時候 你大遲到 你大遲到 你讓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三點鐘 而且在過程裡面非常的不禮貌 照理講 金正恩應該非常的生氣 可是沒有想到 後面竟然全力的配合普丁 然後這個局勢急轉直下裡面 關鍵當然是 中國感覺他在抽手了 現在關鍵在中國 好像對俄羅斯 對北韓都保持了一個適當距離 中國為什麼要保持這個適當距離 因為 川普真的有可能當美國總統了 你知道 川普上台之後 中國自己心裡有數啊 他才是川普的主要敵人 那這時候其實金正恩 還有這個普丁來講的話 對川普來講 他都是小孩子的意思 你看到一件事情 他說 川普說什麼 說普丁啊 基本上如果他在位的話 普丁不會打烏克蘭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鄭羅斯基還有普丁 大家都在找下台階不是嗎 對 但預防川普年底如果真的當選上台之後 是不是 俄烏戰爭 真的是和平 會露出一槓曙光呢 再來一件事情 你看金正恩 他是從來以前來講的話 跟川普見過面 對 而且他其實跟川普也談得不錯 那金正恩來講的話 跟習近平呢 他之間的友好關係呢 其實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北韓常常跟中國之間的關係來講 都是猜忌的 知道即便是有中共抗美援朝 但是你知道中國抗美援朝之後做了什麼事情嗎 做了什麼事 要討錢啊 討錢 金日成討錢啊 金正恩也氣死了 你進來幫我 你看後面來跟我討錢 補償款等等之類的 再加上後面你再發現到一件事情 金正恩他的上台 中國留了一手 他把他的哥哥啊 金正恩啊 把他養在澳門 你知道嗎 後來金正恩來講的話 他氣得要死 你是不是準備要送他回來 奪取我的王位啊 所以當時不是派人到馬來西亞 把他的哥哥暗殺掉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這個北韓一直都在防著中國 朝鮮半島以前不是他的朝共國嗎 中祖國不是這個中國嗎 是不是有可能把朝鮮半島要回來 所以其實對越南北韓等等 這些周邊國家來講的話 他們都很害怕中國強大起來之後 就把他們吃掉了 那是真的怕 對啊 但是美國不會啊 這個是真的 也就是在北韓跟中國的邊界 他居然搞了一個像 類似萬里長征的東西 第一個 我用鐵絲網全部包圍 我不但包圍 我終結還建立了一個一個的少數 是啊 那你知道說 其實北韓都在防範中國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你通常把我的情報 都送到南韓去不是嗎 或者是說你可能接收我的相關的情資之後 是不是跟美國交換 當作一個籌碼跟美國交換 這其實是北韓非常不信任中國 所以你看到現在 把衛星換成俄羅斯 衛星的通訊系統要換成俄羅斯的 其實他更早之前也不是用中國的 後來有一段時間用了中國之後 可能發現到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他的情資可能都外洩了 這時候為什麼普丁到了北韓訪問之後 才把它再換成俄羅斯的衛星系統 其實這說明一件事情 俄羅斯可能跟北韓也說 其實我可能也是受愛者 為什麼 俄羅斯可能也是認為說 中國也有可能把我的東西 拿去跟美國賣啊 所以這個事情 就是說中國他想要兩面都討好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北韓的 北約的秘書長史騰伯格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你中國不能遊走在俄羅斯跟北約之間 什麼意思 中國你可能拿東西到北約來賣喔 中國你可能拿東西到俄羅斯去賣喔 所以兩邊想要討好 結果到最後來講全世界把你看破 看破你的手腳 所以北韓可能也從普丁那邊得到很多訊息說 你可能你弄他的衛星 你的通訊系統 你的情資可能都拿到美國去賣了 拿到北約去賣了 那這時候俄羅斯跟他講說 你用我的衛星 我基本上我們至少是好朋友 可以掛在一起 這我就懂了 美國之音的這篇報導裡面有一條 就是說 現在北韓等於本來從中國的衛星 變成了這個所謂俄羅斯的衛星 誰發現的 南韓發現的 因為南韓要監控北韓 你這樣講我就懂了 搞了半天 根本不是什麼南韓監控北韓 如果南韓可以透過這樣子來監控北韓的話 他就可以監控中國了 不合理 搞了半天是中國根本就把這些資料 不斷地交給南韓 那有一天中國說 我不能交給雷利 因為他的衛星變成俄羅斯了 南韓才知道你換衛星了 是啊 所以這些事情是南韓透露 南韓官員透露說 我在怎麼找不到過往的這些訊息 代表說是中國衛星漏洞嗎 我認為不是 中國他自己也會防範 否則中國的信頭都到西方國家去了 只是說 中國有可能把 北韓的相關的這個資訊 賣給西方國家 這可能是北韓 為什麼現在要轉成 這個俄羅斯的衛星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我們最近特別談就是 美國國防部的部長辦公室 中國科的前科長包什可 他投書到了國會山莊報 國會山莊報 特別把他給看出來 裡面特別提到說 他強烈的建議說 如果中國膽敢侵犯台灣 那就代表你是對美國的一個宣戰 我們最近也談到的是 現在在美國要求這種戰略清晰 就是直接警告中國 你不要七舉妄動 你如果七舉妄動的話 美國一定會介入 就沒有想到 川普居然在他一個支持者的 募款三會裡面直接講 他說 如果中國膽敢入侵台灣的話 他幹嘛 我會派轟炸局去炸北京 而且你講說 現在如果美國真的去炸北京 對中國進行任何轟炸的時候 中國竟然沒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對 沒錯 抱歉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這個拜登已經連續講了四次 就是說我會保護台灣 但是川普從來沒有說過 他在他總統任內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保持這個模糊 我不告訴你 可是他在最近期的時候 他在一場募款的活動中間 因為他是對他的金主們說的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內 如果中國敢入侵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用轟炸機去轟北京 還有轟炸機 我把它轟掉 就把北京炸掉 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他還提到了俄羅斯 對 同時他說我也會把這個莫斯科炸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的態度是相當強硬 講這麼兇 可是之前他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 那個記者曾經問他說 如果今天中國膽敢侵犯台灣的話 你會做什麼動作 他說我不會告訴你 我真正答案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這中間有一些空間 結果沒有想到對他的支持者的時候 他直接講 他要轟炸北京 對 所以你看 他說這個報導裡面說 他的姿勢都嚇一跳 因為他過去不是這樣的態度 那他為什麼轉變成這樣的態度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美國 兩黨都同樣知道 台灣絕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不能夠讓中國奪走 我不知道事實上 你說現在對他們來講 台灣跟中 台灣跟美國已經綁得越來越緊了 對好那為什麼川普在這個時候 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狀況 因為川普呢 他最重是什麼東西 大家知道嗎 他最重是美國的股市 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在他的X推特上面來說 講了一百多次美股創新高 所以他很知道 美國的經濟命脈在什麼地方 對 現在美國經濟命脈在哪裡 AI 所以AI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知道了 他現在完全知道 目前的格局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講說 他會轟炸北京這件事情 抱歉 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可能跟他說 如果以現在的這個美國的軍事條件 轟炸北京來說的話 北京搞不好是毫無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護系統嗎 他不是有紅旗球 而且他有薩姆300 薩姆400嗎 抱歉 目前為止 我們會證明說 這幾天我們不是在講嗎 他的薩姆300 薩姆400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來說話 被烏克蘭完全 用這個所謂陸軍的這個戰術飛彈 就直接把你擊毀 完全沒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目前為止 這紅旗系列也是一樣 巴基斯坦 抱歉說紅旗事業根本就沒有啟動啊 所以他的主要防空的武器 紅旗系列 還有這個薩姆300 薩姆400 完全針對美國的飛彈 搞不好一點作用都沒有啊 你說現在 他的陸軍戰術飛的ATSM 在拿到了烏克蘭手上的時候 他已經進行了很多波的攻擊 很多波的攻擊的時候 這個當地都有薩姆300 薩姆400作為防空之用 結果沒有一個難得住 而且他有一個時間 連續發了六枚的ATSM 竟然沒有一枚被攔住 而且全部命中目標 對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也把這個F22派過來啊 F22派過來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 我有能力進去中國了 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說他現在為止 他美國都做了非常多演練 所以美國 這個川普說這樣一句話 因為他也當過美國的總統 他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他們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川普第一次表達 如果中國要入侵台灣的時候呢 我會把北京炸掉 而且現在 不但是剛剛講 你川普講話 不但是美國的所謂的 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前中國科科長表達說 你敢入侵台灣 或者侵犯台灣 你就等同於對美國宣戰 現在包括什麼 包括第七艦隊的退役上校了 包括現在所有的 剛剛講海軍陸戰隊的 高級錢包官 包括他們現在 過去的亞太助理國務卿 全部都表達共同的想法 也就是不准中國輕舉妄動 對 事實上你從川普的說法是 他要嚇阻你之外 現在美國的軍隊都說 北京虛明擺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也就是說 他要讓北京知道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這個軍方的立場是這樣 怎麼美國是完真的 對 美國的政界立場似乎也是這樣 尤其是這個 退役的海軍上校 他說什麼 這一次的環台軍演的話 他認為中國的環台軍演 是在測試 台灣 日本 還有美國的紅線在哪裡 那我們也必須給他回應 他就說我們要怎麼說 北京方面必須知道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要明白 我們不會允許中國侵犯台灣 而不付出重大的代價 因此他說他的建議是 我們目前要兩艘航空母艦 要挪到換日線以西 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內 至少兩個航空母艦群 在海上運作 就是長年的 因為我們到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他美國並沒有 那麼多航空母艦群 在西太平洋上面走 他說至少要有兩個 所以在西太平洋 要有兩艘長輩的航空母艦群役 好 第二個是什麼 他說美國 美國總統在國內要發動 這個軍事動員 就演練軍事動員 軍事動員什麼呢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能夠很快的對美國 還有亞洲的武裝 侵犯美國跟亞洲的國家武裝 要發動攻擊 那緊接第三個是說 我們現在要鎖定 開始檢討 要鎖定 中國大陸的一些關鍵目標 就直接要打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炒那個目標 等一下打下去了 所以川普說我要轟炸北京 結果沒有想到 第七艦隊的前情報官居然講 我要把中國大陸本土的 關鍵目標給鎖定住 對 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 一起這樣做 那一起這樣做的話 那當然就是這樣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他就說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專家說 這個如果這樣 如果中國跟我們開火的話 真的那意味就是 全面開戰的事 就是如果中國對台灣 發動攻擊的時候 就是全面開戰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 美國軍方的說法都是 你敢入侵台灣 或是你敢動台灣的時候 就是對美國的全面開戰 而且這個 美國海軍陸戰隊 前高級情報官 山姆他這麼講 他說如果你真的 膽敢犯台的話 美國怎麼辦 美國可以從北部的日本介入 從南部的菲律賓介入 也可以從台灣的東部介入 對 所以美國都已經有相關的這個演練 跟相關的這個設想 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不是講到嗎 為什麼這個中國會 這個所謂川普說轟炸中國 是可以做得到 我們就給大家講嘛 事實上最近 這是還是中國的網站報導的 也就是中國騰訊新聞 他們想 他們打了六發的攔截彈 全部打空 SAM400還被打穿 他們講說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去買SAM300 買SAM400 SAM400 號稱是現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統 可是 你碰到了美國的ATSAM 你英雄無用武之地 對好 為什麼中國會非常重視這個消息 這是中國媒體發出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寶傑那事實上他買這個SAM400的時候 他們當時是這個中國 印度還有土耳其三個國家 都跟這個俄羅斯買 就像中國斥資30億美金 購入單價高達5億左右 它其實是比較貴的 另外一個狀況來說 他後來還買了非常多 所以買進來之後 結果沒想到 我們中國現在的防空主力 是薩姆300 薩姆400 還有他們自己的紅旗酒 他們的當然薩姆300 薩姆400 是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比中國好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 在整個俄物戰場上面來說 他們就說 這個太誇張了吧 他說 這個原本是說 烏克蘭說 我們打爆這個 俄羅斯的薩姆300 薩姆400 這是放出來的消息 結果後來現在 就說什麼 這個俄羅斯說 沒這件事 結果沒想到烏克蘭再把畫面 丟出來給你看 他的丟出來畫面 給你看就是這樣 你看這邊有他們的 這個三組的薩姆400 的導彈車這些 就沒多久之後 這些都完全不見 全被打掉 對 打掉 而且在被打掉的同時之間來說話 薩姆300 薩姆400 是有發射上去的喔 對 它的確是有偵測到你 你有ATCMS來喔 有發射飛彈的 發射上去喔 但是完全落空 沒有打到 你說這些攔截飛彈 全部擋不到ATCMS 完全打不到 六美完全打不到之後 結果後來這個 兩顆的這個ATCMS 就直接把它打掉了 對 所以就說你 我來的時候 你發了很多顆 發了很多顆都是空爆彈 結果最後我兩顆 就直接把你幹掉 所以等於是 中國看到這個 畫面之後 完全傻眼 這是我們的主力阿 而且ATCMS 並不是美國現在 最強的飛彈阿 最大事實上 對中國來說 他真的是完全看到這個 完全是心怕怕 而且ATCMS的彈頭 他可以做各種不同的組裝 這種不同的組裝 現在用在烏克蘭的戰場裡面 他居然裡面 這裡面 這個是他的彈頭 裡面有950個M74的極速彈 對沒錯 因為他這所謂的 戰術飛彈來說 他可以在裡面 裝不同的這個火藥 或是裝不同的飛彈 變成不同的形式 你看他們這裡面來說 他可以裝了這個 M74的極速彈 在這裡面之後 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就發射上去之後 這是怎樣 這些所謂被標定的 都是很多的士兵 很多的這個相關的人員 相關的人員之後 結果沒想到 他就來了一顆這個 ATACMS的時候 就直接打到這邊 打到這邊的時候 打到這邊的時候 這些極速彈 完全都彈出去了 彈出去了 彈出去了之後 你看當時的時候 烏煙瘴氣 這樣煙就起來了 煙起來之後 很多士兵就當場 可能就被幹掉了一個狀況 也就是我們以前覺得 你是一個飛彈 一個飛彈 是一個點的攻擊 可是沒想到 他是整個面 整個面全部起火了 對你看整個面這樣起火 他還可以分成三 他連續打三顆之後 你看整個面整個面起火 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說我標定這些人之後 就直接把你幹掉 所以等於是 沒多久之後 這個鋼鐵羽就把這些人 完全幾乎是見面 你用鋼鐵羽來形容 對 因為它裡面有 那麼多的這個急速彈 就這樣 就直接把那些人 完全都幹掉 所以這就是美國 目前為止的ATA CMS 他還證明 他在烏克蘭的這個厲害之外 他還證明了就是 薩姆300薩姆400 根本是毫無用處之地 而且這我們講到 他現在已經派了 18架以上的F22 這個在美國來講 我絕對不會外銷的 這個對美國來講 非常珍貴的 我們就也介紹了現在 F22的性能非常非常的強 就現在更清楚了 現在最新的數字 一架的F22 竟然可以把144架的F15 F16 F18 都不是他的對手 抱歉 事實上這是美國 在做一個紅旗軍演 紅旗軍演就表示說 紅方就是中國方 有非常多飛機 然後跟我們F22做個對抗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有這個F16來跟我互相對抗 那遊戲規則是這樣子的 我鎖定擊落你之後 你就要被退出 但如果你假設你 你擊落我這個F22的話 我也是退出 就這樣掛掉 那他們互相這樣佔 互相這樣佔的結果是多少 他們是36比1 就是一輛這個F22 可以擊垮36輛以上的F16 所以他們是這樣 他說就是紅旗久以來 這個軍演F22最佳的這個表現 那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這個一架換144架 就是說我裡面能夠搭載的武器 足以摧毀這麼多 144架F15 F16跟F18 所以等於是說 你看我在這個Dogfight裡面來說的話 我1比36對F16 而且我一架 我有這麼多的 可以摧毀144架這麼多 飛機的武器 所以人家才說什麼 它是轟炸機 跟轟炸機有什麼兩樣 另外一個 它最近不是在把它的 塗裝改變嗎 然後雷達轉換之後 又可以變成是 迷你預警機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你說中國看到這個飛機 它不下台才怪啊 而且它裡面有個非常精彩的描述是 它一架的F22A 是被三架F16給糾纏 是在近距離打Dogfight 打Dogfight的時候 我們知道全世界回轉半徑 等於說最能夠打殘斗戰的 就是F16 它竟然1比3的時候 就把兩架給幹掉 兩架幹掉的時候 在第三架的時候 他們倆是同時發射 判定同時陣亡 對 事實上這個裡面來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 為什麼會1比36 因為寶傑F22的攻擊武力太大 所以它在遠距離 就一直把你幹掉 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後 是要近距離的時候 它1對3 1對3台F16 它是先幹掉兩架之後 還有一架 我也看到 兩個互相瞄準的時候 他們說因為兩個差距不大 所以是判斷互相擊落 所以在近距離 它可以1打3 你就知道F16已經這麼厲害 那你遠距離的能力 又這麼強 你就知道F22來到東亞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一件事情 你曾經講過說 現在美中之間 美中台之間 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而這個現在進行式 會隨著越接近美國總統大選 你說現在拜登跟川普 兩個人都會用力地踩油門 而且兩個人都會對中國施予最大的壓力 沒有想到 今天川普居然講說 你敢敢侵犯台灣 他連我要轟炸北京都講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預料到 再過一個禮拜或是兩三天 拜登會講什麼怪話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拜登一定會跟川普比狠 然後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權 他有力量展現出來 比較夠力或比較勇敢的地方 但是在這次的美國大選當中 這個台灣的議題 絕對是美中之間的爭執的重中之重 沒有這麼重要嗎 這個當然太重要了 美國人就問一個問題 那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他們一定要出手 那如何來避免這個事情 或如何戰勝 如何勝利中共 那個方法是什麼方法 他們普遍我最近看到一個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個 那個FOX新聞的一個很重要採訪 這個軍事專家怎麼講呢 他說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中國的財政崩潰 這個有意思啊 對 這個很精準的講法 所以你不要出手 你要用極大的威嚇力 Deterrence來嚇他 就是阻嚇他 阻嚇中國動手 然後耐心等待 然後中國的財政自然會崩潰 他會崩潰嗎 目前情況很困難 看中國的財政已經進入所謂的 中等階級現行 他整個國家現在產量過剩 他產量過剩 他目前來講的話 他的國進民退的政策來講的話 面臨到極大的挑戰 你看他目前來講的話 習近平已經在最近七月份 要展開所謂的三中全會 那三中全會的時候主題是什麼 就是救財政嘛 換言之講 救財政跟維繫習近平政權 這兩件事情 是互為因果的一個重要性 過去沒有那麼重要 過去毛澤東在搞文化革命的時候 哪裡管財政 二死三百萬人無所謂 那習近平面臨到財政的挑戰 這是過去的共產黨的政權 沒有碰到過的一個困難 所以美國人的建議是這個建議 當然他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佔領台灣的話 會什麼樣的情況 會怎樣 如果這個解放軍佔領台灣的話 他認為在一到兩天之內 台灣失守 給他佔領的話 佔領 因為先講清楚 換言之講 絕對不能讓解放軍佔領台灣 一定要在不對稱的戰術上面 能夠要能夠 你說讓他上不了岸 讓他上不了岸 要讓他上岸的時候 這個仗就不要打了 所以不是所謂那些 前面那些人講的那些 什麼要打項戰 對 輸死戰 街頭打仗 那個算了 那個不要搞了 所以不能讓他登陸 他登陸成功 美軍完全沒有能力 洩入這個空間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幾個 累積起來看的話 最理想 美軍現在的想法上就是說 維持極大的威嚇的力量 然後耐心的等待 然後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財政崩潰